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米小兰 顺便和大家分享一下我拥有的几辆车和他们的故事 顺便是大白跟小白 这两辆车是在家 等一下会再跟大家分享 那这辆呢是2024年版本的TICAN 然后呢是我在去年4月份的时候订的 那当时候呢为什么会买这辆车 就是因为呢我觉得很像自己活了30年 一直都在为别人而活 就是每次赚到钱我都会去照顾家人啊 或者是请家人去旅行啊等等的 然后就觉得是时候应该买一点自己喜欢的东西 奖励一下自己 所以就买了这辆车啦 所以我们就来开箱一下啦 那首先呢就先从外观来去介绍先 那我们可以看到外观的话 第一个最重点呢就是 它的Mood 诶我没有拿手持了 然后我拿手持一下 好嘞所以呢在这边呢 就跟大家先介绍从外观开始啦 那基本上外观就是 这个2024版本呢它会自动盘上来的 所以前面呢会有一个钳子箱 所以呢里面就可以放一些东西这样子 好来给大家看一下 然后呢 来过来这边那这其实呢很多人会选配这个东西 我是没有选配啦因为我觉得 这个东西很费啦这个滑一下弄上来 还跟我按一下 推上来 它的那个功能是一样的 是 我觉得没有那个必要啦 不用浪费那个钱 我是有加选配是那个天窗咯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天窗 然后我做了之后也有去做那个 Dinted 跟那个 叫做PPE这样子的东西啦 连那个膜 还有那个Guru啦 因为马来西亚的天气非常的热嘛 马上有连了一些膜 但是我的那个膜也不是很黑啦 可以看得进去那个里面 所以是蛮守法的一个功名啦 轮胎 是20寸的 不懂什么轮胎 但是是蛮好看的啦 然后我的这个版本是蓝色的 所以这个蓝色应该是叫做 Frozen Boo 冰冻蓝 原本呢我是想要买 黑色 或者是那种 深蓝色 比较亮的 但是呢 我里面就觉得这个很硬 所以呢就 满足它的需求 后来我们选选一下 觉得这个颜色就蛮match的 因为这个颜色呢 是蛮百搭的 就是你穿什么样的衣服呢 都很容易的 可以match到这辆车啦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然后后面的话其实也是有这样的一个 开后尾箱的功能 你按这个也是可以直接开 所以后尾箱 其实很小罢了 它没有很大的那个空间啦 然后它是有那个 Taging Board 然后有一种 那种小小的洞 不用拿来盖什么的 然后关起来这样子 所以呢你每次锁石靠近的时候那个车就会自动 上来 那你就可以进去了 OK那现在介绍完了外面就跟大家介绍一下里面 那基本上里面呢 我是有蛮多选配的 可是我有点忘记掉了 这个最明显到应该是 这个东西 Cornosport的那个 Clock 它是有选配的 原本我是不要的 因为我女朋友觉得这个它会很distract 但是那个小学员呢 他一直讲这个一定要的 这个看起来很美什么什么 这样子 然后就OKOK就转开去 然后还有那个Dry Mode 这个也是可以加选配的 这个就可以让你加 它变成Normal mode Sport mode 还有那个Individual mode 就直接转 OK然后还有包括 这个边边这种金色的那个金属边 也是有选配的 不然它原本是黑色很丑 还有最重要的是 买这辆车一定要有那个空气悬挂 因为这个呢是我买这辆车最大的原因 因为当时候我去试驾的时候 我驾了那个空气悬挂之后 我觉得哇 那个过那种马来西亚的路 很多那种小小的坑盾这样子 过去 很顺畅很舒服的那个感觉 所以就 不会让你觉得那个车一直在震的 所以我就 因为这一个原因 我就买这辆车 因为还有那个空气悬挂 它会可以调高 然后调提这样子的功能 然后还有包括那个弯 它后面的轮子也会跟着玩的那个功能 然后还有那个Parking Assist 就是停车的那个assistant 因为现在没有走 所以就 开不到啦 Anyway就是有那个Park Assist 跟这种全部 辅助驾驶的东西 我全部的加那个选配的吧 我觉得那个Land Keep Assist这些 还有Park Assist 它都是很费的 因为它Park Assist 它Park到很久 然后 很像要撞到 没有办法给你那个安全感 它的那个Park Assist 所以我觉得那个Park Assist 如果你要买的话 就不用夹啦 然后Land Keep也是啊 它会很像撞来撞去这样子 等下会给大家示范啦 OK那现在 我是有打开这个辅助驾驶 就是呢 它会跟车 还有包括很像 弯路的时候 它会帮你拉回来 很像我现在 它是帮我拉回来一点 但是它有一个不好就是 它拉回来之后 它没有跟着那个路线 它会 拉回来到最旁边 然后到最旁边要靠近那个 路道的时候 它又拉回去 所以它很像 有一个 拼碰的一个感觉啦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现在 我放 放一点 它现在拉回来 然后再拉回来 然后再拉回来 它就是一个 辅助驾驶的一个功能 但是你手还是要放在这边 会比较安全一点 然后就可以跟前面的车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这一个选配 2万块马币 很像不是那么值得啦 还有电池很像是 有加到那个选配啦 比较大的那个电池 然后还有那个灯喔 它的那个灯是 选最顶配的 我觉得那个灯是蛮好的 因为它可以 据据到前面有车过来的时候 它过来的那一部分的灯就降低 然后另外一部分的灯 它是保持高的位置 所以你在看的时候呢 它是非常的清晰 然后也不会干扰到对方 走过来的那个车啦 然后还有这个 氛围灯 还没有开啊 开一下 这个氛围灯也是有 它可以调 你要什么颜色的那个氛围灯 几辆这样子 然后晚上才看得到啦 这个logo也是要加钱的 但是前面卖了啦 后面其实也是可以加 但是我觉得 前面就够了 不然人家不懂你驾什么车 对还有一个是 Memory Seed 就是因为我女朋友 它是比较 小只嘛 我又很高 所以呢我们是 有设了自己的那个 Memory Seed啦 它的那个Memory Seed 是架到很前面的 我按着它就会去到 之前它setup的那个位置 所以你看它 它是架到 很前面 然后我是架到很后面的 所以 我们就set好 这样每次我们 不同人家的时候 就可以直接 按着 然后就去到 自己适合的位置 然后在Memory Seed 它也会set 你的那个Sign Mirror 我觉得这个功能是 蛮好用的啦 然后还有一个很没有用的那个功能就是 我做那个选配就是这个储备箱 特别加选配的 不然它是空的 然后后来呢 我就看到 有人youtube就share 他去那个那种淘宝还是什么 他就买一个 那个储备箱 直接fit在那边 然后是 更加大个 更加方便 所以我很后悔 加这个选配 那这辆车就是我在大学的时候买的 当时候是因为我要去做那个租车生意 因为那时候我在读大学的时候就发现到很多人 拜六礼拜的时候就要去租车出去 因为我们的大学是在森林里面 所以要去到一个市区的地方呢 它有一个小时的车程 所以一定要租车 所以那时候就很多人一直租不到车 所以我就看到这个 小小的商机 所以我就马上 用我个人的名义 然后贷款去 买这辆车 当然那些首付啊 还有那个贷款都是我还啦 那时候呢 我买这辆车之后 做那个租车生意 它的那个贷款差不多是 387 一个月呢可以租到 800到1000块马币 所以呢 每个月都会有竞赚 至少500块马币啦 算是蛮不错的一个 生意啦 但是现在 没有这个东西啦 因为现在很多人有那个车 所以就 没有这个生意了 要抓紧那个司机 跟那个需求 需求就是生意 OK所以 给大家看一下这辆车 大车的时候买的 哈哈哈哈 现在 还是好好的 过后我出来创业之后 我就给我第一架 因为我买 比较大辆的一点的车 可以进去看一下 感觉还是不错的 感觉还是不错的 我给我第一架之后 他就改一堆东西 现在感觉这辆车 没有当年的那个风范了 当时候这辆车在我大学的时候 随随便便都会有女生要上车的 因为我们大学最缺的就是车 只要你有车 你的那辆车不管是什么车都好 都很像是跑车这样子 我买的时候呢 是差不多 3万多马币 那现在呢这辆车其实已经过了7年8年这样子了 然后他还是蛮保值的 还有一个 2万马币 所以你看 虽然小辆但是呢 还是蛮保值的 好来 所以这个就是我的大学的第2辆车 这辆就是大白 大白是我买的第2辆车 那当时候是我 大学毕业之后的 应该是第2年 因为那时候已经有做YouTube那些了 然后我要成立团队嘛 所以成立团队我不可能驾着那个小白 然后我的员工可能对我就没有那个这样大的信心 就买一辆 X70 那时候的价格是13万 但是它是最顶配的版本啦 那时候是最有性价比的 所以我就买它 然后呢里面 也是非常好看的 给大家来看一下 你可以看 它有这种电动桌椅 然后它的那个椅子是皮革的 然后架起来非常的舒适 因为呢它是SUV嘛 所以它的轮胎是很大的 你随时都可以上那些盾 然后呢 因为它比较大了 所以 我在我的员工啊 出去啊 吃饭等等 都会比较 舒适一点 真的是 蛮喜欢这辆车啦 到现在为止 我也是觉得这辆车架起来是 让你有那个 安全感啊 然后我的女朋友也是很喜欢架 因为它 高嘛 女生都比较喜欢架 然后 感觉不会被人欺负 所以到现在呢 我还是很满意这辆车的 是暂时不会把它给卖掉啦 就有时候可能爬山 那么出外旅行啊 等等 就会驾它 让它可以载更加多的东西 所以呢 这辆就是我第2辆 所以差不多应该就是这样子啦 所以就 不要不多说 带大家去绕一圈啦 Let's go 哦对了 刚刚有一个选费忘记讲 就是那个电子的声音 大家可以听懂吗 就是那个波浪声 它不是很 很爆笑的那种声音 它是那种 UFO的那个声音 你买Tikon就是一定要选这个 因为大家就想要听这个声音 而且呢如果你在朋友的时候 你就可以有一个东西多给它玩嘛 所以我觉得这个功能还是蛮重要的 那现在我是开那个Sport的模式啦 Sport模式的话 它车身就会帮你降比较低 所以你在弯的时候就会 比较稳 然后这辆车让我 感到最爽的就是它的悬挂跟它那个弯的 那个舒适度 那其实我本身呢是很喜欢特斯拉 然后我也是特斯拉的那个投资者 所以呢我当时候Elon Musk他做那个电车的时候 我就已经是很想要买那个电车了的 然后但是马来西亚因为它我们是有那个石油补贴的 所以它就比较慢 过了几年之后保时鞋就刚好有出了第两它的那个电车叫做Tikon 所以那时候我就 有去试驾然后我也有试驾特斯拉 但是特斯拉当时候我朋友有买新的一辆 我驾了我感觉它太过冲了 很没有那个安全感 然后后来我就刚好有一天去shopping回来的时候 然后我就经过那个Porsche 然后就决定去看一下 然后去试驾一下 结果呢我去试驾一下 就爱上它了 最主要就是它的那个 悬挂 还有它的那个操控性 这个是我会买这辆车的 最主要的那个原因 然后还有 踩油的时候它 可以让你有那个 不会 恐惧的感觉 而是让你那种 可以操控的那种感觉 很难解释 因为你驾过那种电车 它就是拧到100 几秒几秒 你就懂那种感觉 那个特斯拉 它是很像整辆车飞出去那种 你会觉得有那种过山车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 驾车就是要舒适罢了 我不是要拿来去跟人家比赛跑那些 所以 到最后我就选 这辆车 还有一个原因 应该就是它的那个 logo 值钱 就对我做这种自媒体 做 online business 对我的个人品牌 是肯定会有帮助 因为刚好保持街 它是有一定的那个 关注度跟那个讨论性的 所以这辆车就对我是加分的 OK 所以我们来试一下 加速 然后我们踩油 很快就上100了 然后就100多了 它让你 不会觉得太过恐惧 还是可以操控得到的 那种加速感 然后你看它 踩brake的时候 它就会插电 轻色就代表 它帮你插电的那个意思 Luis Luis 你后面坐起来 位置会窄吧 后面位置很跨 蛮跨一下 所以它后面看起来很像很窄 但是其实 坐下去也是蛮OK的 舒服但是只能坐两个人啦 总共四个人 起车咯 现在过了半山 现在我们要挑战 更斜的那个路 看是不是可以轻松驾驭 不能话我们就要退回 不能话就要退回 安全驾驶 哇这个很轻的这个很轻的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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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又上升 啊轻松 是万位来的吗 呀呀呀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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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位来的 correct 这样 轻松了 可以吗 轻松了 立得上了 可以啊 松了松了 啊过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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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过了那个什么了 现在是那个 平常的弯弯了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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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气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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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感受到 空气 我可以感受到空气 我可以感受到空气 下山咯 好那 现在从云顶下山了 现在那个电池是 48% 然后我就看一下 有没有插那个电池 40% 好现在已经下云顶下山了 到山下 所以你可以看到 现在原本是 48% 没有记错了吗 现在是 50亿的那个 那个 所以有差一个 3% 不错的体验 云顶一日有 See you 小小心得 然后你在驾的时候 其实 很像如果你看到一些 Bumper 你觉得很像很高 可能会摸到你的车 你就可以看这个 按了之后 它就是那个空气悬挂 它会慢慢的 升上去 然后呢 它这边也会 弹出来说 你要不要 存这个location 当你下一次 再来到这个 同样的地方 的时候 它就已经 准备好 它你身上去准备好 让你去过 那个 高的地方 所以这个我觉得算是蛮方便的啦 它的空气悬挂 那个选配是一定要选的 但是现在如果你买的是 2025年的那个Tikon 它的那个 空气悬挂的 基本上就是那个 标配了的 所以呢 是会让你在驾驶体验上面 会更加好 它有一个功能就是 它可以侦测到 前面的车的 速度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箭头 它就是前面车的速度 它放下来 它的那个速度 就会 放下来这样子 然后你就可以大概知道 前面车如果它的速度很像 慢过你 就代表说你越来越靠近那前面车 就让你比较安全一点 但是我觉得这个功能很费 因为你用眼睛你都可以 感知到那个车的那个距离跟那个速度 根本没有人会去看那边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功能就是 不逊 好啦以上呢就是我30岁送给自己的一份礼物 从一开始的这个把车作为工具 然后到现在可以买到一辆自己 非常喜欢的一辆车 虽然我非常感恩自己所拥有的这一切 然后呢希望大家也可以 喜欢我今天的这个开箱的影片 还有我对我自己所拥有车的一个故事的分享 谢谢大家的观赏 那今天的影片就先讲到这边了 我是好悦 陪你一起学习学校没教育知识 那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的话 记得别忘了帮我点赞 还有订阅支持支持 拜拜